今天小助理来到我家 然后我们准备下午去相约剪头发 换造型 他这个造型已经持续了四五年了吧 看他现在头发的长度 已经有这么长了 这四五年都没有剪过头发 然后他今天下午要剪一个短发 你想好你要剪的什么造型吗 还是让理发师他自己给你剪 让理发师定吧 我要知道我想什么剪什么头发 我早就去剪了好吗 现在我先给他化一个妆 然后我再给自己化一个妆 化妆我们再去剪头 现在是防晒 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 都得涂防晒 小助理的皮肤真的特别的痰呢 这样的皮肤都不用花钱 你的脸现在看起来非常的白 咱俩的肤色一对比 我就是黄脸婆是吧 红脸婆 然后现在给他上眼影 然后这个刷子是戴墨的新品 他又给我送刷子了 他已经给我送了一百多只刷子了 这个刷子非常好看 非常非常好看 而且这个刷感的质量绝了 非常的有手感 今天来给小助理画一个日系的妆容 我也是第一次给他画日系的妆容 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呢 日系妆容非常的简单了 主要部分就体现在眼妆 打造一个无辜的狗狗眼 眼影的颜色就会选择一些比较大地色系的颜色 我打算用两个颜色也够了 第一层打底色上完之后 再用一个深色来加深一下颜尾 接着要给卧蚕做体量 就要用到一个闪粉 发光的眼屎 我居然在用眉笔在给你把卧蚕擦 颜线的话我就直接给你画眼尾 该加睫毛了 你想自己来还是让我来 你来 请不要加到我的肉 谢谢 加到了吗 没有 请不要刺到我眼球里 谢谢 你要立船来个好了吗 接着就是眉毛不分 哇 你嘴巴怎么这么小呢 我也想嘴巴大一点 可是硬件条件额害人血 我的嘴巴就是深渊巨口 你是我的二分之一 哇 以后记住了剪头不许穿那种大包衣 剪头死谁 为难谁呢 我不知道耶 我刚来雨晨姐做剪头发 她就斥责我 说剪头不能穿帽衫 我想跑 给你们看一看 我今天要做头发 一个刘海的造型 照着我老婆的发型做的 你认识我老婆吗 不认识 你老婆太多了 那我给你介绍一下 给你介绍一下我老婆 她是心圆结衣 你想往哪边走 还是稍微的一个一个走 不要和我老婆的发型一毛一样 因为她在镜头里是反的 她是往左走 然后我也往左 现在雨晨姐要教我一下怎么剪一个斜刘海 一个侧分的刘海 首先要分好一个三角区 对 如果刘海朝向是往左 然后剪的时候要把刘海 反方向了 反方向剪 这是你刘海的分区是吧 你拉出来这个线跟它是平行的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要是说想让发尾重一些 你就低角度拉 嗯 如果想让发尾稍微柔和一些 你就平行着往外了 哦 这样剪完了发尾会轻 然后也会特别自然 然后你往这边一输就可以了 好 我以为要试一下 还剪 不能剪了 你都混沌了 混沌完了 我们对 我们混沌完了 我们没混沌混沌 现在给小助理剪头了 小助理这个头发留个四五年了 从她大学开始到考研结束 已经工作了 现在还没剪 研究生不毕业就不剪头 然后现在毕业工作了 她要剪成短发了 她没想好今天要剪什么发型 李珊姐有什么建议吗 我是想着慢慢的一步一步帮她剪 可以每一次换一个发型 别一下子剪成多了一个 明白明白 她这个发质怎么样 她发质不太好 属于沙发 终于要剪头了 有什么获奖感言吗 我终于能剪头了 我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剪短发的时候 都是给我剪得很惨 那李珊姐今天压力很大呀 我现在拿了一个 李珊姐经常加头发的宝贝 是一个有弧度的这个纸板夹 我要加一个内扣的造型 因为她这个看到没有 上面是有弧度的 所以我现在来试一下 哇 这个弧度也太自然了吧 我就顺手一加 看到这个弧度没有 也太好看了吧 太自然了吧 哇 太喜欢了 这种内扣造型也太好加了吧 加出来的这个内扣真好看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夸了 没文化的只会说真好看 真好看 我们就没见过世面了 我就是没见过世面呀 我觉得你可以在理发店卖这个加板了 我们卖的这么个味道 它这种 又是这种好加板 其实不懂价钱 挣钱是那种国家的 诶 你真的可以做一个加板大评测 分享 我都爱用加板 诶 你看 你看 你快看 快看我卷完的 这个内扣 夹得特别好 你正后方没有啊 对 我正后方也没夹呢 我这是两侧 好开心 本来我还以为这加板 也就这哦 现在真香了 我今天晚上就下单 雨萱姐能给我这个 我自己加的内扣打多少分 50分 啊 它才50分啊 我都没有见过小助理刘哥刘海的 真法 一会儿可以看看它长什么样子 很好奇 很期待 很兴奋 很激动 激动吗 我不激动 因为各种 各种假发已经试过各种各样的发现了 哎呀 新鲜出炉的小助理 怎么样 你的刘海 剪的咋样啊 平生第一次拥有刘海 感觉怎么样呢 感觉怪怪的 啊 你第一次剪真刘海是吧 嗯 你以前从来没有刘过刘海 对 以前带我讲话片 我觉得你这个造型很简明 比你之前那个要好 要年轻看起来年轻许多 这样啊 然后我后面在家上 这样才简明呢 啊 对啊 像高中的小妹妹一样 你可以扎一下 然后你就成了高中小妹妹 这样是吗 对 感觉好看这个侧面 脸瘦 五官小就是好看 任性 白给开简介了照片了 我今天这个发型 好欧啊 明明想做的是个日式的造型 甜美小可爱 对 甜美小可爱 为什么变成了欧美小开 可能说我五官太欧了 五官太欧的话 你觉得 下次画个是什么妆呢 要不下次就画美眉的帮我拍一张 拍着沐沐吗 拍着沐沐你的眉毛 要不牺牲一下 嗯 下次再说吧 嗯 吃点不早 我回家吧 回家吧 走 走